哈囉 大家好 我是貝克蘇 這次來到的是愛情Q&A 以下是A小姐的來信 你好 我現今遇到了一些感情的疑惑 不知道他到底對我有什麼感覺 請你幫我解答 我在網路上遇到一個比我大六歲的哥哥 他和我談天說事 我們都用電話聊天的 每次聊天都是聊一個小時以上的 但是每次他都會叫我做一些十八的事情 對他我其實沒有什麼心結 我覺得這就是一個男人的需求 所以我也保留自己的底線 他也知道 雖然他沒有強迫 但是他也會希望我給他 在聊天的過程中 我們會談笑 他也會和我分享他的生活 我有問過他你跟我聊天 是為了我會讓你看十八的事情嗎? 他說不是啊 我覺得他是有真心的跟我聊天的 但我覺得我們的相處模式 有點像是泡友的關係 我有點擔心緊張 會不會我給他之後 他就對我沒有了興趣呢 我覺得他是有在乎我的 他會問我在幹嘛 在哪裡 也會關心我跟誰出門 我喜歡這樣的感覺 但我害怕的是我給他這個十八 他是不是就不理我了 這是我的第一次 我不可能隨便給他 我有跟他講明白 他說這種事情是非常正常的 可能是你太小 沒有辦法明白的 但是你之後就會了解 我覺得他對待我很關心 雖然不會每天的早安晚安 但他會在乎我 雖然他很少看訊息 但他有跟我開玩笑 說過他是非常有神秘感的 他會等我的訊息 可是不知道他對我 到底是什麼感覺看法 所以請大大給我一些建議 看法 謝謝 很感謝A小姐來信 我看你的故事描述 我覺得你對戀愛的經驗 可能是非常的少 我先說的判斷 他對你的感覺 大概有九成五的機率 他就想跟你發生關係 也不太會跟你在一起 頂多熱絡一兩個月 之後你就會被拋棄了 大概後面上演的劇情就是 為什麼我給了他之後 他就不理我了 我的第一次就這樣給一個渣男嗎 對 對 你假如給的話 劇情大概就是往那方面發展 我也不是說不要給 只是假如你覺得第一次很重要 那這個男的八成的機率 就是會這樣演 那你可以接受那就給吧 只是我會覺得 也許你經驗不夠 你沒辦法判斷 什麼男人是想穩定關係的 什麼男人是只是想打炮的 因為那種關係是因為他吸引到你 所以你會覺得被愛被醜 可能你經驗不夠 你以為對方這樣做這是愛 他可能對很多女生也都這樣做 也不只你一個 當然他單身他想跟幾個女人這樣做 是他的自由 而你是在尋求認同的 誰給你認同你就會覺得是愛 這在沒有什麼經驗的女生很容易遇到 而以為是愛之後自己投資了時間 身體 很多人就離不開這爛關係 很多情侶交往很久好幾年 難得一直劈腿一直做很瞎的事情 無法分手 大部分開始都是這樣 設施衛生 尋求認同 渣男給你認同讓你以為是愛 之後交往投資了時間感情成本 最後離不開 可是我判斷他只是想打拋的關鍵點就是 他知道這是你的第一次 他還是一直堅持想看色色內容 用臉哄帶騙的方式 就是要一直拐你 剛好你沒什麼經驗 通常沒經驗的 這樣很容易就能騙到手 因為一個真的想交往 穩定關係的男生 遇到對方底線是這樣 會去尊重對方的原則 大部分是不會去哄騙 一直要把你拐去那邊 不是說關心就代表他對你真心 假如他沒有吸引到你 他做的所有行為在你眼裡都是 噁心走開變態 你甚至不會來問我問題 跟你姊妹聊一下天 就知道要怎麼封鎖這樣的男的了 那後果是怎樣 我也大概跟你說 八成就是那樣子去發展 你要就給他 不想給 不會想在一起 只是想玩的 那就不要跟他聯絡 首先你要了解你的開心難過 假如是隨他所左右 他的認同 他的關心 會讓你開心半天 那其實就代表你被他吸引 你開始失去自己 你開始對他匱乏 對方也對你匱乏 他想達成破處成就吧 兩個互動模式都是低至尊互相匱乏 其實認同感都是自己給予自己的 不需要別人 你要去好好思考這是愛嗎 還是只是因為自己寂寞 想知道戀愛是什麼 隨便一個人關心就找他來當男友 對我來說尋求認同 對方給予認同 這不是愛 我只是希望你不會受傷啦 但是怎麼做還是在意你 因為好的男人很多 互相尊重一起成長 幫助你了解自己的伴侶 也是會出現 沒必要想交男朋友 就錯吧 不怎麼樣的對象 納入交往對象 他可能還只是想打砲而已 以我的經驗啦 我通常遇到是處女第一次的 假如我沒有要交往 我不會想跟對方發生關係 甚至一直去要求對方給我看色色的東西 因為那檔是對第一次的人來說一定很重要 對方發生了一定就是會想在一起 所以我沒有要交往 我是不會隨便把互動模式導入到18的領域 那假如剛好對方第一次又是我想交往的對象 那我也一定是真的在一起 他準備好了 我們才會發生 我永遠尊重女生 那這個男的就不是阿 我覺得這男的道德操守也有問題 因為我覺得其實蠻多是可以發生關係 不在一起的對象 不需要去騙人 也不需要去騙完全沒有經驗的小妹妹 也太渣了吧 他自己也說這種事情非常正常的 你還太小沒有辦法明白 但是你之後就會了解了 所以是怎樣 被你傷了之後就明白了是不是 你都知道這東西是什麼 那你還想要去連紅帶片 到底是傻小喔 所以大概後果我說了 我是希望你要去了解你到底要的是什麼感情 你也不用去尋求別人認同 認同是自己給的 你有把你價值提升 你自然就會慢慢遇到好的對象 而不是從一群不怎麼樣的對象中 找一個也不怎麼樣的對象 好有問題想問我讓我做成影片回你的 可以私訊到我粉絲專頁 我看到覺得不錯的 就會問你是否同意讓我做成影片回你 今天話題就聊到這邊 喜歡的話可以幫我按個喜歡加訂閱還有分享唷 不要忘了開小鈴鐺可以收到我最新消息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 哈囉我現在有線上課程服務 8月5號到8月19號有半家優惠活動 第一個禮拜五則 第二個禮拜六則促銷 有興趣的朋友請不要錯過 可以點下面說明欄連結查看課程資訊 或是影片上這個連結可以看到課程資訊 有想要免費收到課程相關資訊 可以在下面說明欄點電子信箱連結訂閱